。 在J4 5th 的活動裡面, 你可以比較把重心挪回到使用者的身上, 去看說,好,那你今天設計的不管是系統也好,還是產品也好。 你怎樣是真正,怎樣去先觀察到使用者的痛點, 然後再去想說那後續我有什麼時路訊 而不是從一開始先去定義產品的有什麼功能 然後最後再去問使用者說你喜不喜歡這種東西 病人會跟很多人去聊會去訪談 那會覺得就是那個feedback會聽到不同種的聲音 那你會覺得說解決方案不是只有一種模式 你可以跟其他不同的領域去做結合 我是希望大家更關心就是病人就診的心情 大部分的病人會覺得反正醫院怎麼設計 我們就是怎麼做都覺得它是一個醫療的權威 可是我會覺得如果說今天聽完我們這些病人的分享 大家可以有用另外一個角度跟另外一個心情去看待就診的經驗 而且覺得這件事情是有價值的是重要的 唯有這樣子我們很人道的去看待這些經驗 這些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我們的社會才會變得更好 大家都覺得創新好像很簡單 但是實際上如果沒有透過這樣的跨領域的溝通 跟把第一線的民眾的聲音帶到這些醫院的管理跟規劃者面前 他們是很難理解 其實醫院除了專業之外 為什麼還要考慮到友善這一塊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學習跟看見 是可以讓未來的設計師 甚至未來的醫界的專業人士 知道怎麼樣運用設計這股力量 那這部分我覺得是還蠻具代表性的 5%比賽 Action